哈喽我是草莓啊 今天画一个带混血感的厌世妆 灵感来自于这位绝美的俄罗斯超模小姐姐 然后重点讲一下咱们亚洲人扁平五官 如何修出混血感的深邃眉眼 学会的话就可以招搬很多欧美妆 如果你们喜欢的话 记得给我一键三连 拜托啦 其实今天的妆不算是一个仿妆 就主要是参考一下它的眉眼轮廓 可以看一下它这个妆容本身是很简单的那种 要是照搬到咱们亚洲人脸上的话 就并不会那么的惊艳 它的高级感来自于它眉眼的深邃度 还有就是脸部立体的折叠度 今天妆容就先只画一半 方便后面对比 幸福沙中间这个偏橘调的 这个拿来遮掩圈 这个遮瑕刷16块钱神指遮瑕刷 这个太好用了 快去买 然后脸上依旧是NARS的遮瑕 加270的遮瑕刷 然后接下来咱们画眉毛 拿这个眉刷和眉蜡刷一小眉毛的走势 其实它的眉毛不是特别的调 是去于平眉的那种 因为它的眉不很高 然后眼窝很深邃 所以就眉眼间距很急 然后眉头是往下压的那种 然后接下来眉毛用眉胶 眉胶在这个眼窝 在这个眼窝和眉毛的连接这 往后带 然后前面连接一下就好了 大概的形状就出来了 然后咱们去细化一下就行了 咱们再用一下眉粉 就眉头的话还要用遮瑕 往下压一点 然后用毛个瓶的这个膏状的膏光 去提亮一下上半部分 就让眉骨感觉就高一点 然后把眉头要往下压一点 然后上去剃眉毛 剃了眉毛的话 就其他妆的话可能就没有那么好化 我想留一个野生眉 就留了好久才长出来的眉毛 就不想剃了 这样就拉近了眉眼间的距离 然后眉头再拿液体眉笔 去加深一下毛流感 然后定妆之后就开始咱们今天重点的眉眼修容 先用Hedoni的这个鼻影色来修一下山根和鼻子 用这个眼影杆找到你眼窝的位置 然后去画出山根 在这个眉头和这个山根的地方中间留一个三角区 就这一块的话把它空出来 然后沿着咱们的眼眶去画 然后继续再加深一下这个三角区这个边线 就会让它更深邃一点 连接到这个眉毛 看一下这个眼波是不是感觉就出来了 然后再运展一下 然后下手有点重了 你们就现实生活中修容的话就不用那么重 因为镜头有点吃妆 然后刚才看了一下 那修容色的话修出来就基本上是看不太清楚的 然后我拿一个比较深色的眼影去加深了一下 然后继续过渡一下 把它把咱们下面的鼻子也修一下 移动力的这个哑光白色的高光提亮一下这个眉骨的这个位置 就刚才咱们修出来的三角区 然后就是鼻头 修出来的位置 然后继续修容 就今天的修容的话就斜着打 这样斜着打 然后把我们的颧骨就提高 再用它这个香槟色的高光 就打在我们刚修完容的前面这 就让我们的颧骨提到面中这来 就不要让它外扩在这里 然后把高光打在这里就感觉我们颧骨是在这里 增加我们的面部立体度 然后今天用到ABH的这个盘里面的这个烟熏玫瑰色和这个 姜果色 今天用这个两个颜色就打造那种就厌世感 所有的眼妆就第一步一定要是用浅色打底把眼皮本身的颜色先盖住 干枯玫瑰色 从眼尾开始就刷子要按重一点才能找到那个眼窝的位置 然后咱们顺着这个眼窝的位置去定这个大概的形状 大概形状定了之后咱们就少量多次的去晕染就好了 然后继续用这个降果色去加深一下上下眼尾 就同样是扫在就是眼眶的里面 然后慢慢的向前晕染 加深它这个轮廓的感觉 我会换一个重细的扁平的刷子 刷在后半部分睫毛的根部 如果边界没有晕染好的话 就教你们一个作弊的方法 就用这种哑光高光或者是遮瑕力比较好的粉柄 然后在这个边界这儿去扫一下 就晕出来的地方 去扫一下 然后就会感觉你的那个边界就晕染的就很自然 它有一个渐变的一个效果 中间就用这个闪片色去提亮一下就好了 今天就不做那种截断式眼妆 就会更自然一些 然后用万化镜高光的N02去提亮一下眼头 然后整个也提亮一下地图 你们看出来我接睫毛了吗 所以今天就用到睫毛膏和睫毛打底就行了 因为它这个妆容本来就不是很需要很浓密的那种打睫毛 所以今天就用一个睫毛打底 然后之前沾睫毛不都是一根一根的沾吗 然后我发现就沾出来效果还挺好看的 然后我就去接了一个睫毛 但是这个睫毛接的是比较自然的那种就下睫毛 加长了一点 然后上睫毛也是就没有做那种特别浓密的款 就我后续画那种中性的妆容也不会很乳这个睫毛 它这个眼妆的话是没有去画眼线的 然后它眼型的调整的话是刚才我跟你们说的下面 榨一个遮瑕 然后眼影有的走势去改善眼部的一个形状 然后我再画一个口红 然后就给你们看一下两边脸的一个对比 然后继续把这边边脸也画上 好了现在我已经画完全妆了 然后我要开始造手动作了 LATER 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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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 att